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来看看恶物开战之后 美国的国力是不是已经显现出大不辱钱了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看起来美国的国力好像在衰退中 他说什么他要求盟军帮助他跟进他 看起来有一些被已读不回 有一些人直接拒绝 我们先来看看他对沙特 以及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说 你们可不可以增加油气 可不可以增加石油 因为我要禁运俄罗斯的石油 我怕国际的原油涨太多 我打个电话给你们聊聊天吧 都不接 没有想到普清来电他们却有打电话 有商讨了一番是不是 他的影响力这些中东国家也不想要甩他了 他的最坚强的盟友 包括欧盟的法国 德国 大家看到的 还有在日本这个地方 在亚洲的日本 其实都是他最好的盟国 也就是美国的盟国 可是要求你配合美国的禁游令 这些人说对不起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能源需求 还是要放在第一药物 不可能配合 所以你再来看看 包括在印太战略 过去在欧巴马时期就一直要拉拢的 像是印度 像是越南 这一次要不要制裁俄罗斯 他们都保持中立 看起来并没有站在美国后面 尤其是五眼联盟的纽西兰 这一次要不要制裁俄国 其实也慢慢拍 他是不是在考量和中国的关系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正在改变 昨天南韩出现了一个新的总统 叫做尹锡悦 他用非常小的差距 打败他的对手李在明 保守泰又重新夺回了政权 过去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检察官 亲美有一点反中 他当审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拜登立刻致电 恭贺他并且邀请他访美 要供应链的领域 加强深化合作 可是就在刚刚 美国驻南韩的联合司令部 司令凯麦雷 他说如果南韩只把华府当作 国防安全的伙伴 首尔的安全令人担忧 讲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韦翰 我刚刚的报告一下 因为这张图其实它是比较复杂 就是制裁包含了金融制裁 包含了之前的FDPR 就是海外直接制品的规则豁免 所以南韩一开始是没有 后来为了怕被美国制裁 有关美国的产品都不能卖了 包含了3C产品 汽车 家电 所以南韩赶快紧急跟上去 好几种不同的 但如果是讲油的话 那很明显的 导播可以拍在德国这个地方 油的部分的话 德国是完全不跟进的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现在目前 每一天要出口780万桶的油 其中会有20万桶卖到美国 只占美国一天使用3% 3%我很快我就处理掉了 因为全世界第一大产业国就是美国 而我自己有办法生产 我又只占你3% 那我就不要买了 德国是30% 30%的油来自俄罗斯 5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 你叫他制裁 那他怎么办 他就倒下去了 所以有大量的跟俄罗斯买油 买天然气的欧盟各国 除了英国除外 他没办法跟进 你叫我跟进 跟进什么 所以拜登要打电话给世界的 第二大的石油生产国 第一大的输出国 沙烏地阿拉伯 我叫你点火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 我刚讲780万一天的这一个产量 OPEC这个国际运游组织 他说我们要求沙烏地阿拉伯帮忙做 也只能够多做40万同意 补不上那700多万 所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金融制裁很多国家都跟进了 可是你要说不要跟俄罗斯买油 那你美国自己不缺 我缺油了 我就跟俄罗斯买 我不买 我怎么办 我就倒地了 而且国家一直上场 我们刚刚提到的通膨的情形 是各国都一样 美国现在通膨已经到6到7 甚至往上走到8到10了 到时候美国的国人也会受不了 就说到底要搞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制裁石油 可是却是火车对撞 看谁先倒下的一场战争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国际讯息 就是南韩的新任总统 我们要特别注意他隐席月 过去大家认为他亲美反中 可是他当选之后 其实他说了一些话 当然亲美是他一定要的 可是对于中国 他希望跟他做经济合作 所以先请教两个 美国的联合司令部总司令 他这样讲 他说你今天南韩 你把我当安全保证 就是保护美国当安全保证 可是经济上你要跟中国合作 他感觉上有点不悦 其实得票率只差0.8% 表示亲美亲中实力很接近 他基本上 他是说韩美同盟 还是最根本的基础 在那个基础上 他要跟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 他的整段话是这样 韩国已经加入RCEP了 接下来他还要申请CPTPP 所以你也不能够说 他跟中国要特别合作 他也可能也要改善 他跟日本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还是以韩美的军事 政治上的主线为主 可是他不认为 这个要跟经济豁在一起 就是这样 事实上你也不能说 文在寅亲中到哪里 文在寅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 没有错 他只是比较反美而已 可是他对中国也没有一头热 韩国现在事实上出口到中国 大概只有不到25% 我们台湾是42% 你要搞清楚 韩国事实上只有24% 24%左右 我们在经济上更依赖中国大陆 是 所以当然我们有很多是半成品 就是零组件 然后到了中国再卖到美国 可是你还是要经过中国组装 韩国事实上没有像我们 这么依赖中国 所以世界的环境 世界的这个已经产生了质变 权力已经有一点位移了 如果你还看不清楚 这样的世界局势 对我们自己可能不利 其实基本上 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讲 正常都是要玩三角形 就是柯文哲讲的三角形 最好是面面俱到多边讨好 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最有利的 可是你知道这个影席乐 是能够所以些微差距胜出 根本跟他亲中或是反美 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知道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吗 真正的关键是他号召 废除女性家庭部 女性家庭部 对 因为韩国成立一个女性家庭部 因为韩国的女权 很多人都觉得韩国女权不够 所以他们成立了女性家庭部 结果这个影席乐 本来之前民调一路落后 后来他要求说 要把这个女性家庭部废除 结果居然引起了 很多韩国年轻男性的头好 而且很多韩国的年轻人 其实对他支持度是很高的 是 就是因为很多 就是韩国的年轻男性认为说 过去把女权捧得太高了 现在把这个女性家庭部废掉 这就让他们燃起一点新的希望 所以这一次韩国的大选 其实跟美中这种政治角力 反而关系没有那么直接 真正的决胜点 反而是他们自己国内这种 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要单从台湾去看天下 要去了解真正韩国 自己内部的问题 你才会知道 人家到底在玩什么 而且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包括这一次的越南印度的态度 也是大家觉得很特别 你看他们这一次 在这个选边站的时候 他就选择中立 觉得中立 中立表示他对俄罗斯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倾斜的 他当然越南的很多武器来源 都是俄罗斯 所以他当然他离我又这么远 我干嘛要去讨好美国 或是讨好哪一方 我就只要保持中立 不要讲话 反正他是一个 现在没有人在看他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也没有人会重视 他何必卷进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其实应该要这样相对低调 不需要那么高调 高调到最后结果 被人家当成剑靶 你觉得对台湾比较好吗 还是要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情况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在马里坡这里有一家 妇佑医院很不幸的 在轰炸中被炸弹给击中了 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这家医院里头有三名病患 不幸在这个轰炸中已经死亡了 有三名病患包括义父已经死亡了 这是很不幸的消息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在厄乌外长 已经开始在土耳其谈判了 有更多最新的消息 我该拿到不幸爱的 你再来收到这个予免 我说不꾸不过 我愿者看到来 你会这样做